請收看 為心世界 擁體洪水學 團發江澤 復在節 祈求彼岸 仁其鄉 我們中華民國駐印尼經濟處代表處 我們楊大使 田處長 張董事長 江會長 周會長 江秘書長 卓大姐 各位先生 各位企業界的老闆朋友 大家午安 風水以易經和企業 基礎建立在家庭的平安 也建立在事業的平安 這是非常重要的基礎 無論王鴻 將相 犯夫 走足 不管黑人 白人 地球上 196個國家 國度的人民 若是違背了風水 法軸 絕對會不平安的 沒有辦法以天來抗衡 無論你是王鴻 將相 犯夫 走足 若是違背了風水 法軸 絕對沒有辦法以天來抗衡 所以風水就是天理 易經也是天理 契業也是天理 曾經有一位先生 他來請示王鴻老祖 說他的孩子很不乖 說他的孩子很兇 不聽話 成勤絕對 偷盜搶 無所不作 當時呢 我也沒有時間去看 我就用易經 跟他贊譜的結果 我說你的房子白虎荒洞 白虎荒洞呢 又來課你的本命 又來課你的宅 他說 是啊 我家是三合院 因為右邊的這一房 他出來外面做事業順利 結果右邊這一房 他就把他蓋二樓 他是大房 大房在政廳的旁邊 蓋起來呢 孩子開始兇 不聽話 而且蓋起來呢 他的老婆開始生病 常常急救 常常急診 他的事業又要做事業 又要照顧老婆 孩子沒有人管 而且白虎荒起來奴妻族 奴妻族 開始呢 孩子變凶 打架 等等 所以他很懊惱 到處問神 神呢 告訴他 你房子不能住 他說我不能住 每個月要租房租 房子不好租 所以他就不想走 孩子越來越兇 我說你要有智慧 你沒有智慧耶 你去租房子 一個月三萬塊也好了 十萬也好了 那麼你的孩子 一個月跟你花掉多少錢 你的太太入院花多少錢 要多少錢 你的事業失敗了錢多少錢 我說 他告訴我 一個月將生一兩百萬 我說你沒有智慧耶 走嘛 搬走嘛 租嘛 後來他才搬走去租了一個房子 租好了以後 他就把祖先還放在舊房子 沒有改善孩子造成壞 他又來問我 叔叔啊 我的祖先 不是 我祖先還在那裡 孩子造成很壞耶 我的祖先你請過去嘛 請到你住新的房子嘛 他說跟人家租的呢 我們來世間上的房子都租的 包括我們的身體也是租的 身體是跟爸爸媽媽租的 所以你把祖先也一起移到你的新的房子 移過去囉 看時間移過去囉 最快的時間 移過去以後咧 因為那一年沒有時間可以按祖先的方向嘛 我說你用籃子拿嘛 籃子把它吊起來給他動嘛 沒有關係嘛 就沒有方向法無定法不受限制 喔 那麼我簽過去了 把房子用到祖先籃子掉起來 欸 孩子乖囉 所以各位 我們住家 凡是你右邊高起來 你們一定要小心 不是只有人 祖先造成一樣 所以我們本週我們做幾年來 對於風水浴經以外 祖先也是疫經的一部分 也是交換 相互的交換心 交換心靈 所以我們成立了財團法的中國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 在臺灣夠地夠國咧 需要我們服務的我們都會很熱心的 很高興的為各位服務 大家共同來創造 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 和創造人間為淨土 那麼今天我們臺灣 臺灣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 護法團 由淨土法師代表 帶了二十位的團員 護法團 今天也來到這裡 這幾天接受各位的招待 我們非常感謝 好 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請淨土法師 來跟各位簡單的介紹 我們財團法團 臺灣的中國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 無論在風水 在祖先 在各種的祭拜法儀 各種的祈福 尊敬的維新宗宗族 五年陳師師父 還有師母 楊大師 夫人 各位長官 各位在座的地方首長 以及大企業家 以及所有我們臺灣的 親愛的鄉親 在座的印尼的眷親 以及好朋友 大家好 阿彌陀佛 今天跟隨師父到我們 印尼雅加達來 看到我們 此次主辦 恭請師父來宣揚 我們中華文化道童 易經風水學的主辦單位 這麼的盡心 這麼的細心 讓我們非常感動 謝謝諸位 工作同仁的努力 謝謝 8月6號 我們一團 二十幾位 跟隨著師父師母 從臺灣出花 到了雅加達 將近五個多小時 一落地的時候 看到天這麼藍 樹這麼綠 水這麼多 所以師父 我們跟隨師父 都將近二十年 聽到師父說 一個風水寶地啊 必須具足的陽光 空氣水 結果我們在雅加達 看到了這麼具足的好姻緣 相信在座諸位 都是受到老天爺的疼愛 也是老天爺 適宜我們有這塊 這麼美好的寶地 讓大家有機會 在這邊 為自己的失業 為家人來努力 而且 如果你從遠地來 到印尼來 落地生根 或者是你是土生土長的 印尼的所有子民 這是你們的福分 也是你們的福報 能夠到這麼美好 這麼漂亮的國度 是多麼讓人羨慕 所以我報告師父說 從往昔對於印尼 可以說比較陌生 這幾天來接受 好多好朋友的招待 到各處去旅遊去參觀 對印尼可說 產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也很濃烈的感情 所以我也為我台灣同胞 你有這一份福分 你有這一份的建地 到印尼來 落地生根 這是你的福分 也是老天爺 給你有這份的福氣的 恭喜主委 那因為師父可以說 在我們台灣 洪華了二十幾年 可以說 在台灣來說 無論所有的台灣 不管是台灣的上智 政府官員 再來市農工商 我相信 可以說家以戶曉的 對於說當代呢 精通醫學 風水學的 政務的名師 所以 好多實業家 好多的 不管你做的是何行業 都以能夠一親師父的 再能夠一親近師父 是一種榮耀 也是一種喜悅 所以我相信呢 今天在印尼 首次的洪華 是帶動我們再有機會 能夠來印尼 多來做這種 將我們中國的文化道童 一經風水學 來貢獻給我們印尼 所有有緣的同胞 那我特別敘述說 師父 因為跟隨師父 將近二十年 可以說師父 對於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再通人理 所以天地人 對師父 我相信師父是 無所不知 無所不曉 是一個政務的大名師 因為 在台灣 好多的達官顯規 好多的企業家 就是今年 在八月二號 我們每年都有舉辦 就是我們一經大學 每年有一次的結業典禮 這是因為我們學修 都有他的次第 從跟隨師父派了 將近八十位的法師 到各地來洪法立身 所以在各地呢 就是電視機為黑板 到社區呢 為教室 這樣來洪法立身 來傳一經風水妙華 可以說在台灣造成一個風氣 如果你沒有學習 一經風水 是落伍了 如果你沒有學習 一經風水 你會吃虧了 所以在台灣 可以說啦 家喻戶曉 大家 講到混原禪師 都是豎起大拇指 這是一位 真的是偉大的名師啊 所以因為 有很多的學者專家 來參與我們八月二號的結業典禮 其中有一位 也是我們很尊敬在台灣 也是很 可以說也崇高地位的官員 也是一個大的教育家 他特別來形容師父 我轉述他對師父的形容 讓你們聽到 你會覺得感動不一樣 他說師父就有活菩薩的智慧 你知道活菩薩 這個智慧啊 就是活光普照 就是代表的光明 那智慧呢 就是智慧如海 好像大海一樣 拿你去抖涼 所以他形容師父是有佛的智慧 再來 師父有菩薩的慈悲 菩薩呢 就是我們家家有觀音啊 家家有菩薩 所謂菩薩就是給我們 拔苦與樂 給我們 如果你有懷惱 菩薩會介入 所以師父也教導我們 當你在拜拜的時候 你必須想跟著菩薩 禀包你內心世界 你的懷惱 你的現在的所有的障礙 菩薩會生以元首 所以這是菩薩的慈悲 再來呢 師父呢 有天人的愛心 有天人的愛心 所謂天人我們都知道 就是天人他的愛心啊 所以說你美得像天人一樣的美 這是心啊 心地充滿著愛 就普愛眾生 所以師父呢 封城普普 從北到南 從世界各國 這樣來 封城普普到各地來 宣揚一經風水 也是師父的愛心 再來 形容師父 有聖賢的前瞻 這是何等不容易 能夠知人所不知 行人所難以行之事 我們跟隨師父將近二十年 師父可以說每天啊 封城普普 睡覺的時間是這麼這麼的少 吃的東西又是這麼這麼的簡單 一位大師 你如果多了解的話 你會感動再感動啊 所以師父 我們對師父的尊敬啊 原以哪裡去道端 哪裡去形容 因為他的所行所做 每一件事情是為的眾生 能夠有前瞻呢 所以師父在一九九五年 成立了就是 財團法人中國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 那為什麼要說成立淨土功德基金會呢 師父相信 以他的愛心 以他的能量 能夠到世界各國 來弘揚一經風水 讓一經風水 讓家家夫婦能聽聞其法 能夠為自己 可以說 可以自己能夠幫助自己 也幫助他人 而不妨礙到別人 相信 這是能夠將說服世界 轉成淨土的世界 所以成立了 這個淨土功德基金會 再來呢 因為一九九七年 開始 在台灣電視台 就是目前來說 以台灣最 可以說 之力最深的 就是無線電視台 成立了我們 每天早上 帶狀播出 從早上 台灣時間是六點到六點半 每天有半個小時 這樣帶狀播出 在座諸位 尤其楊大使 我相信你也知道 一個宗教家 能夠在一個無線電視台 成立到現在十幾年 已經播出了 三千五百二十幾集 每天 所以讓好多的學者專家 真是嘆為觀止 說為什麼師父 這個智慧這麼湧現 智慧這麼如海 如果沒有精湛的演講 沒有切入主題 讓大家能夠享用受用的話 你想大使 你看這樣有收視力嗎 所有的經營者是現實的 尤其我們這資訊的行業 是每天分分秒秒 都是經過挑戰的 在這十幾年來說 可以是打破了台灣電視台 有史以來最長久 最精湛的一個宗教節目 這是何等不容易 我們應該為我們的師父 府年禪師 來一個大的喝采 再來 他因為教了這麼多的學員弟子們 所以要學員弟子們 我們成立了個愛心團 也是我們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 來成立了愛心團 接受所有有緣的 有緣弟子同修信徒來邀約說 我家裡有點不平安 我家裡有點問題 請你派人來觀照我好嗎 我們一定義不容辭來安排 到他家裡來觀照 到家裡來做一點指典 來利益他 讓他更平安 能夠轉為為安 能夠更幸福 這是我們的愛心團 再來師父剛剛講到 就是說 主得不安 家裡就不平安喔 所以我們也特別 在台灣來說 我們除了本山叫殘疾山仙佛寺 那在台灣呢 成立了24處的分道場 每個道場的住持都是這麼的敬業 都是以師父為標竿 來服務眾生 來能夠利益所有有緣的人 他們如果有疑難 有所困惑 都能夠到市裡來請益 再來呢 我們也所有的同修弟子們都因為 目前呢 在師父門下 在學修的同修弟子 就將近一萬多位 你看 師父的忙碌 而且 因為我們又成立了每年 九月到十二月 華人到我們 本山就是殘疾山仙佛寺 來進修四個月 這華人呢 遍布世界各國 除了師父行腳 目前行腳 都到了美國 加拿大 日本 還有泰國 越南 大陸 那目前就到印尼 你看著一個人 讓你很難想像 有限的時間 能夠做這麼無限的工作 這是一個大智責 一個大能量的一個使命 也是他的智慧 也是他的愛心 我們真的很感動師父 混混秒秒都是為了眾生 在做普利眾生之志業啊 所以今日有幸 我們印尼的同胞 印尼的好朋友 能夠請得到我們 醫學的名師 來為大家開源說法 示大家的福報 我們財團法人呢 所有的會員呢 可以說非常的扶持 我舉例一個 也是師父講到的 也是師父的護法 他在經營事業 一個很大的工廠 因為講到師父就說 如果一般的人 就說龍餅啦 龍餅來設辦公室 如果你在龍餅設辦公室 覺得是這是比較吉祥 其實以風水血來說 這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有一對夫妻 這董事長 他每天呢 因為事業家非常忙碌 他把六點當成他的早課 一定是六點起床 要趕得及來看師父的節目 在六點到六點半看過 一段時間以後 他就跑到大安市來 說我想要見見師父呢 電視上的師父 我能夠見得到嗎 我說你有什麼貴事 請你告訴我 因為這期間呢 他也是我們功德會的大護法 所以我們也很關心說 你有什麼環擾嗎 董事長他說 他覺得他的工廠 好像有點困難 雖然經營的是很不錯 但是覺得有困難 因為他從舊廠 搬到新廠去規模相當大 如果真的 師父他是非常謙卑 有修養的一位大老闆 說如果師父方便 有時間的話 事後可以到我工廠來 給我指證呢 那我說好 那我一定 來跟師父禀報 恭請師父撥控 一定來給你的關心 結果一看 因為他在 因為他的籠邊就是工廠 所以就是辦公室 所以府邊整個是工廠 造成呢 他也不好意思講很多 我們就知道 我們告訴他 說師父說 以師父的話說 會奴欺主 以什麼呢 就是下犯上 他一直點頭 他說我目前的困惑就是這樣 那因為 優法優婆啦 師父給我們 不是給我們環繞 給我們的就是解決問題 所以你要懂得以後 你跟隨師父 請義的時候 一定要請師父指導說 我要如何解決 並不是只是聽到你的問題 你敘述你的問題 所以董事長很有智慧 那就請師父給我指導吧 那師父說好 因為你工廠已經規模這麼大 那以現有的那個辦公室 又這麼的壯觀 我安排一下 請你在你的工廠的 就是看出去左手邊 立一個杯 立一個柱 很高的柱子 就十幾米 可以說看起來很壯觀 把你公司的mark 把你公司的名字刻上去 立起來 但是師父有一句話 留了一句話 你當你把這個柱子豎起來以後 公司會有風暴的喔 公司會有風暴 那一般人想到風暴 一定會想到什麼 目前的就是金融風暴 那他父子回去以後 一直在討論 師父難道不了解我們嗎 我們這麼務實在經營 錢財可以說 銀行我沒欠耶 我是很實在耶 我實實在在經營 怎麼會有風暴呢 百思不得一解 所以他過去這兩個月 就到大安市來一趟 來做什麼 就是父子他特別告訴我說 行李館轉支師父 因為你知道 在無線電視台 播支是算分秒的 可以說費用非常之高啦 他特別的告訴我說 如果我們這個會會 因為每個月 可以說在台市 都要好幾百萬 一年都要一億多台幣喔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 覺得有比較上有困難的時候 你告訴我 讓這個節目不要停住 這是我們全民之福 甚至現在在座的 也有好多的善知識 也是在收看了師父的電視節目 所以他一再的要我轉達 說請告訴師父不要緩惱 這一個月一百塊 其實累積起來也很不容易 那如果有困難 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一定來找一些事業家 我們共同來褲子 師父告訴我說 好事喔 要讓大家做 不要說 都給最有錢的人來做 那沒有錢的人呢 因為一個月一百塊 並沒有影響他的生計 給他指腐種福田啊 給他能夠轉個境呢 所以師父的慈悲你們知道 那後來他就年了大概是六 就半年都沒有到大安市來 那時候師父問我說 董事長他們有沒有來啊 我說最近沒有來 師父說 真話不能講耶 真話講出來會給聽的話很苦耶 結果六個月以後 夫妻又來了 懷著一顆非常虔誠的心 他說 編德法師 我想見師父呢 我說你見師父做什麼 你好久沒有來了呢 他說 我要跟師父懺悔啦 我誤會了啦 什麼事你告訴我 說因為師父教導我 公司立了這個杯啊 立了這個柱子啊 高柱子以後 真的是風暴啊 風暴之大 難以想像 我以前以為說 金錢才是風暴呢 原來人事上也有大風暴呢 他把這個柱子立起來以後 不到大概一個星期 他的廠長 那個經營事業的最委任的 最信任的 也是一個公司的主幹 就是廠長 廠長來跟董事長說 董事長請你加薪 因為我有別的公司要挖腳 那要加薪多少呢 要Double 要一倍以上 因為廠長其實帶勢相當好 這個董事長呢 聽了很難過說 你知道 因為這幾年 我們搬了新廠以後 一直生產沒有很順 過去我賺錢也跟大家分享 你再忍耐一下好嗎 讓我們共同來努力 將公司能夠更進步的時候 我比這樣還要好的福利給你好嗎 他說不行 你如果沒有答應 別人挖腳我要走了 那董事長也很可以說很慈悲 說目前真的我能力上還不足 我答應你沒有做到 我對不起你 所以很抱歉 你的要求我不能做到 他就跟董事長講說 你不後悔 董事長聽這個話 他聽不出是什麼意思呢 結果不到十天 所有的高級幹部 通通辭掉 這是不是大風暴啊 簡直是讓公司要停擺呢 一個公司要訓練高級幹部 員工是多麼不容易 在座都是事業家 你看 這種能夠承受嗎 所以 結果老天爺倦愛他 師父 師父 有加倍 有加疲 讓他能夠轉為為安 因為他有優秀的兒子 剛從德國回來 沒有多久 所以他是默默地做 以前是什麼呢 因為下飯上 董事長對於廠長 可以說啊 客氣有加 他的少爺回來呢 從基層 可以說從最基層的做起 所以經過這個大風暴呢 兒子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他告訴父親 說你不要擔心 這個擔子我來挑吧 因為我回來這期間呢 我從基層做起 我了解每一個環節 雖然我技術上 沒有原來老幹部那麼老練 但是所有的生產過程 我了了昏明 請你安心吧 給我四個月的時間 我一定會把公司 恢復得比以前更好 所以六個月以後 真的把往昔 所有的弊端改過了 讓公司更進步 做得更好 所以這是真人真事啦 我告訴諸位 在座每一個都是有福報的人 今天呢 能夠聽到我們師父的一席話 相信剛剛我聽到 隔壁的一些 有緣的所有同修 一直點頭 一直很開心 我相信 講到你心的深處 期待 諸位呢 更有緣分來接受 一經風水水的妙法 這種生活法是每個人需要的 是每個家庭 每個事業家 所必須迫切來學習的 所以我祝福諸位 能夠心想事成 事業烘土大戰 有機會能夠再多聆聽 多學習 師父傳給所有有緣眾生的 一經風水妙法 祝福大家平安順利 謝謝大家 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很感謝我們基金會 副秘師長元朵法師 跟各位報告了這個工廠 原來他的生產要三千噸 必須要三千噸才能達到他的成本 因為工廠的錯誤 風水的錯誤 造成每個月兩千多噸 後來改善以後 每個月到七千噸 現在已經達到一萬噸以上 這個是風水的法則 原來他的工廠 他的就是辦公室 蓋在你們向我的左邊 就是農邊 結果農邊在這裡就是浮動 我相信在座各位企業家人 或是無論在其他各地的企業家 患了這種毛病 煩惱了我相信很多 我們也不能怪說員工不好 因為我們不了解 這個融入風水法則的要領 所以我們才會造成 我們每個人的企業在經營的過程 有很多很多很多無奈 有很多很多莫名其妙 讓我們起煩惱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印尼貴寶地 我也希望將今天所談的 所告訴各位 在企業的另外一面的經營走 就是環境的經營 環境是經營我們的事業 不是我們經營環境 我們融入環境 然後由環境共同來經營我們的事業 曾經在四年前有某一個公司 他也在我們印尼也設了一個廠 他四年就虧了一百多億 結果就是他的門 他的公司門向出去 他開到右邊的大門開出去了 開出去結果向別 向別是北風煞 門人一出入 眼睛就愁眉苦臉 因為北風太大了 就會有煞 風煞 風大就是平 水大就是戶 水大戶戶 風大是平 就風水 風水嘛 所以你把那門堵掉 向南邊走 南邊是長風俱氣 所以我們的公司要出門的地方 都要往長風俱氣 絕對不要往風大的地方 聽我的建議 他就把北門封掉了 然後就開始全部走南門 南門出去了 對面有一個河 很漂亮的河 水 就是玉帶河 這四年 四年之內呢 一百多億 還完了 今年的年初 年月三號 年月二號 春節呢 董事長的 特別助理 來到仙福寺拜佛 他師父 我們公司 今年 絕對能夠 把原來一百多億 全部 彌平 可見 環境 來共同經營事業 他的員工二十幾萬 不得了 所以風水 你可以經營 但是怎麼樣經營風水呢 融入風水 然後由風水 一起來經營我們的事業 這個就是順天走昌 逆天走亡啊 餘都走 karBERT 會支援 欺負 健alta 毋人爹欺負 tedious